前几天用艾草做的肉松青团 今天就做福建特色爱果吧 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 其实市场买了一斤半的福建特色米果 是用蒸熟的大米放入搅拌机里 搅成泥尔层的 先放入锅里蒸5分钟吧 这是上次用剩下的艾草 放冰箱里好几天了 不过看起来还是很新鲜的 洗干净后把它放入开水锅里焯一下水 放入3克的小苏打 能保持艾草颜色不变 大火把它煮至断生 水开煮30秒左右就可以了 关火后捞起沥干水 把它放入凉水里 再用手挤出艾草的一些汁水 这样能去除一些苦味 最后尽量挤干水分 再放案板上把它切碎 尽量把它切碎一点 这样方便下一步操作 起锅烧油 放入葱白炒香 再放入切碎的艾草 大火炒一分钟炒出它的香味 加入一小勺盐增加底味 把艾叶炒一下使做出来的艾果更香 白果蒸5分钟就差不多了 用筷子能轻松夹断就可以了 然后放入角落机里 再放入炒香的艾草 一般500克的白果放100克的艾草 盖上盖子把它搅拌混合在一起 我把它搅了2-3分钟 把它搅成这样子就可以了 再把它倒入大一点的碗里 再用你多年的内功把它揉均匀 像揉面团一样的把它揉细腻光滑了 揉成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起做一小团差不多60克左右 用手把它团成光滑的球形 再稍微的按压成饼状 如果有模具的话把它压一下膜会更好看 全部做好后就可以直接吃了 每年春天我们这里的人都会做一些爱果来吃的 如果想要更丰富的口感 可以换平底锅里煎一下 把它煎至两面金黄 这样外焦里卵吃起来非常的香 如果你家里有艾草的话就可以做这样的爱果了 米果的香带着艾草的香 外焦里卵还有点嫩性 喜欢的朋友赶紧试试哈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你们都写废了吗 我们明天见拜拜